如果我們認真去追溯紅樓戲演的歷史的話 就跟一個人的命運好像蠻像的 從當初一個民建廚師手機設計出來的 一個非常新的在那個城市 在那個時代是一個非常新的建築 是一個市場 然後慢慢隨著時代演變 它慢慢救了 再經過1949年大量的大陸來的人 生另外一批第二代的移民站進來的時候 慢慢變成一個個神 各種不同的產品積極在一起的商場 然後慢慢變成一個戲院 然後慢慢很多人不喜歡那個地方 因為那個戲院演的都常常是奧倫的電影 而且常常有一些很奇怪的名字 一點色情味道的 甚至有某些不好的傳說或者是怎樣子 那有些人乾脆就說算了把它拆掉算了 然後經過一個考慮之後 它又留下來了 因為不管怎樣是好事壞 它都是歷史 這個城市的歷史一部分 然後經過一番設計之後 它可能用一種新的面貌 跟所有人見面 雖然外表還是老的 但是一種新的精神在 這讓我想起前幾天 去參加一個小學同學會 34年大概沒有見面了 當初的小孩子現在都變成阿公了 在我們那邊活動或是我們所住的大廚跟那一帶 我想當我們有病的時候 覺得這樣病比較麻煩的時候 通常不會想說送到台大或是什麼大醫院去 都會覺得那些大醫院的醫生如果要找好醫生的話 通常要送紅包 也是有個特別的關係 但我們送不起 所以那時候想要第一個 如果很重要的病 第一個想去的地方是 都通常省無疑 因為覺得在那個地方 我們才能夠得到最好的照顧 所以我記得以前阿嬤也在那邊動過手術 父親甚至在那邊住過好幾次 所以對那個地方滿熟悉的 那是一個外國的宗教團體所辦的一個醫院 但因為台灣經濟發展已經幾世文明了 所以阿嬤也許認為說 台灣已經不是他們最適合到的地方 但我想可貴的是說 當初曾經在那邊接受到醫療的照顧的那些人 真的有一顆感染的心 是有人把他這樣東西給傳承下來了 用講得好像很慢 用閉得那麼快 我們去看羅東聖母醫院 我想我們那邊的人 大概會很懷念這個醫院吧 我們一起看 1998年8月13日 像四十多年來的每一天一樣 一大早 宜蘭羅東聖母醫院的病患和家屬 就肉癒不絕地進出大門 范鳳龍醫師像往常一樣 溫柔而體貼地看著這些來來去去的熟悉或陌生的朋友 而許多人包括你我 也同時看到這個或許熟悉或許陌生的朋友 無論如何今天結帳我們一起來認識他 范鳳龍醫師 1913年生於南史拉夫 1990年莫與宜蘭羅東 他奉獻了將近四十年生命的地方 他就是今年第八屆醫療奉獻獎 頒獎典禮上回憶缺席的得獎人 缺席的原因是他已經過世八年了 他不怕死嗎 不是說割一割 我都不知道啦 那是誰啊 我來真的不敢去給他兒子吃 你怎麼這麼說的啊 還好 然後後來燒 他後來燒掉了把他的自己的紀錄 還到那個 我們那個垃圾堆旁邊那個焚化爐那邊去 我陪他一起去燒的 我說你燒什麼 你跟我一起去 我要一些資料不要了 什麼東西 然後他就拿給我看 這個就是我第一個刀 這是什麼刀 然後全部都燒掉 我就說你怎麼燒掉 留這個做什麼 以後給人家看啊 看黑記做什麼啊 我全部都燒掉 黑記是什麼意思 黑記就是宜蘭縣 喔 我們宜蘭縣這邊喔 這邊地方的人 對他都稱他黑記 黑記就大嘛 所以那個老人家來就說 大醫師大醫師 都叫他大醫師吧 這位被大家俐稱為黑記的醫生 一生為台灣人動過八萬多次手術 一生不曾領過薪水 將近四十年的台灣生活 唯一的住處就是聖母醫院 開刀房樓下的房間 甚至過世之後遺照 還被掛在開刀房內 而至於他永遠棄生的地方 他選擇了一般的墳墓 說要和台灣的教友 永遠永遠在一起 生前他曾經有點自豪 又有點自我安慰的說 有一天黑記的死了 黑記的留下的刀疤 他還會在台灣起碼存在個幾十年 不容易忘記他的 沒想到這回他又說中了 過世八年 台灣人用醫療風獻獎 讓許多人重新想起他 或認識他 這個小谷有兩三公里 他說他要跟普通的交友在一起 所以我們在那邊跟他埋葬 這次都是從第一批到雲南去 那麼羅生復 他真的是 我們來中國傳教 就是他開始發動 那最後一位就是華生復 他就是兩年以前 他已經八十多歲 他到山上去 司機南山往立山那邊 他沒看到他在一個 玩的路走路 結果我沒有看到他出來了 他們去看到他在那邊盆著 就是可能是現在命 所以真正的在工作的時候就做 我作為相連他 因為我剛來台灣的時候 那時候是二十八歲 那麼我跟他一起到山上去 在那邊過一個晚上 不是韓西是南山 那麼他就有一個地方睡 他說你年輕的人沒有 不會習慣了我們繼續那麼苦的生活 你在我的地方睡 他在哪裡睡 在地下 在座民室的那個祭台下面 在那邊睡 那時候已經是他五十多歲 我真的很感動 是民國四十一年到台灣來的 而當時一起來的天主教 靈異會會師們 也都逐年凋零了 大多數的他們 就像靈異 像華神父一樣 倒在工作崗位上 雖然台灣早已脫離貧窮 靈異會也不再派遣會師 來台灣服務了 但他們始終相信 一粒麥子不死 仍然只是一粒麥子 如果落在土裡死了 就能結出許多麥子來